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王嘉远副产科护理长陈锦贤 今天诊所有帮大家整理出 我们最新的试管婴儿补助的问题跟解答 相信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呢 一定会功力大增,好运连连 我是台湾人,太太是香港人 可以申请试管补助吗? 可以哦 只要你们夫妻有一方是台湾人 然后呢,在台湾有完成结婚登记的话 就可以申请补助咯 太太今天刚好满45岁 可以申请试管补助吗? 可以哦 如果太太刚好是在满45岁的这个月的话 做申请的话是可以做申请的 这是如果太太已经过了45岁的当月的话 是无法做申请的 生大宝时已经领取补助金了 现在准备生第二胎还能再次申请吗? 可以哦 那我们想要生二宝或三宝的话 都还是可以做申请的部分 只是呢 目前政府的话 他现在是提供我们的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提供我们多多生育 那只是强调的是我们一个人 一生只有一次的首次补助 当然我如果想要完成第二胎的话呢 可以做再次申请的部分 再次申请的话 我们可以再次申请的那一次的年纪 开始做一个重新计算的部分 去计算你的可以申请的次数 或者是未来我们可以再做申请的一个金额的部分 之前有动软也在台湾完成结婚登记 这次预计要解动软子受金做植入也可以申请补助吗? 可以哦 但是在这之前呢 要麻烦你完成就是我们做一个补助资格的申请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资格开始生肖以后 帮你做一个金额的补助 但是在我前面的动软疗程的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金额是没有办法做回溯的 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申请到的金额是结婉受金 包括植入的金额 然后可以帮你做这个送件跟补助的申请 我们第一次疗程结束之后的话呢 就是要提出结案的部分 那结案完之后 如果我们接着要进行下一次的疗程的话呢 就要赶快再提出再次申请的部分 那我们的话呢 没有办法一起做累计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定要开启再次的资格 才能够做第二次申请的部分哦 可以哦 那我们的话呢 只是说我们的补助的范围不含我们的营养金 还有我们捐赠者所使用的药物的费用 但是呢 在后面的胚胎植入之后的补助金是可以申请的哦 借金也可以申请补助吗 如果我们是用借金完成我们的试管疗程的话呢 前面的用药 然后我们的取卵 包括我们的胚胎培养跟我们的植入的话呢 这一些都是可以做我们试管疗程的补助金额申请哦 已经开始打针用药 但软炮发育不佳而中止疗程或取卵前跑卵 没有进行取卵手术还可以申请补助吗 这个是没有办法做申请补助的部分 因为我们疗程补助的话呢 其实是要在有进行到我们取卵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在前面疗程就已经 医师判定它是一个跑卵的阶段的话呢 那这个疗程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申请的哦 如果已经申请补助资格 但植入胚胎数超过补助规范 其不补助范围是指不补助植入疗程的3万元 还是不补助全部疗程的10万元呢 补助方案呢 它有明确的规定胚胎植入的科数 所以呢 如果我们是超过我们的胚胎植入数的话呢 不管是我们在取卵的部分或是我植入的部分的话呢 都没有办法核准申请补助哦 太太现年35岁 一次植入两颗胚胎 是否可以申请补助部分疗程呢 不行哦 很多人希望就是提高怀孕率或是生双胞胎 那基本上来讲以政府补助的专案里面来讲的话呢 小于36岁就是只能植入一颗胚胎 太太若大于36岁 可以与医师做讨论植入科数一颗或两颗 这个都是可以符合我们的补助规范哦 取完软后自然怀孕了 是否可以申请补助呢 可以就取卵疗程申请补助 这是没有问题的哦 看了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相关的疑问 想获得专业的医疗咨询 欢迎随时预约哦 准备好就出发 Baby on the way